大家好,欢迎收看知情人士,我是志明 消息会于12月14号针对双北地区的 婴幼儿米制副食品进行重金属残留的抽验 此次共抽验20件产品 竟然就有4件检测出葛超标,让人震惊 其中有两件是旺旺集团旗下公司生产 最近活跃于媒体版面上的商品 根据报道,这些商品的产地皆为台湾 所以葛超标的情况 到底是商品制造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就让人非常的在意 葛是一种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就不容易代谢出来 尤其婴幼儿还在发育阶段 比一般成年人更容易受到这些重金属的伤害 这样的新闻可能会引发很多家长的担忧 今天的知情人士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 葛在工业上的用途非常的多 像是电镀、生产颜料 也会用在制造塑胶稳定剂 镊葛电池还有电池产品等等 吸入高剂量的葛会造成严重的肺脏损害 吃进或喝进还有高剂量葛的食物或水则会刺激肠胃 导致呕吐或腹泻 长时间暴露于含低剂量葛的空气、食物或水 则会造成葛累积在肾脏并且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 其他长期的影响则是肺的损伤 还有骨骼脆弱等等 卫福部对于不同种的食物定有不同的重金属标准 婴幼儿食品的葛限量是0.04ppm 但是这次抽样的四样设计给婴幼儿吃的产品 葛的含量则是介于0.05ppm到0.3ppm之间 最高的超标量竟然到达超费 这次超标的业者都表示 检测超标的产品使用的都是台湾米 而且在整个商品制作的过程当中 甚至是没有使用农药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葛超标的问题呢 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像是网路上就有人推论 可能是中间有一些无良的盘伤 混充的低价米所造成的 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呢 那么将来就应该透过加强管理和查验 来防堵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担忧的是 葛超标是来自于我们难以掌握的污染源 农粮署的官员就表示 验出超标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包括土壤、水源 也可能是种植的作物本身吸收力就比较强 种种的可能性都使得我们不得不深思 台湾农地污染的问题 农地污染在台湾是一个长期的议题 也许年纪稍长的人都还记得 1982年 桃园县关音乡大潭村就曾经爆发隔米事件 由于高云化工排放的废水 含有隔、铅等重金属 这些废水引进农地被水到吸收后 就产出隔米 由于隔会影响肝肾的功能 长期累积会造成骨质软化 关节疼痛 甚至是骨骼变形 这都关掉 关节的问题 而以此事件作为开端 20年来台湾在桃园以外的地区 像是彰化、台中、云林等地 都陆续爆发了葛污染事件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 在今天审视葛污染的问题时 我们不能忽略台湾整个农地 受到污染的结构性困境 除了眼睛看得到的违章农地工厂之外 还有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无良人士偷埋进土壤的废弃物 都有可能是让民众吃到有毒物质的原因 举近期被揭发的案子为例 雪甲如茶案是台南慈福里的李新进理长 于2019年4月向台南市政府检举 民进党中指委 同时也是民祥新公司的负责人 郭再青 于雪甲地区的多处农田 工业用地和国有地 进行违法的填埋如茶 这起事件 实在力量的立委 陈娇华曾多次举办记者会 也到场勘查 案情重大 也引发了社会大众的热烈讨论 另外台湾也长期存在着违章农地工厂的问题 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的废水 排入农田之后 不仅污染了土地 民众辗转使用到这些农作物 健康也会被影响 其实这些问题都持续在发生当中 我想借由这个婴幼儿副食品葛超标的案例 其实恰恰凸显出农地污染的严重性 我们呼吁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未来还想跟我们一起聊时事 聊议题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这部影片 也请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